明明 聽說有幾個新的成員加入 是呀 事緣就是這樣的 事關就是為了可以令明明有盤 所以今天我就趁這個清明節 就跟朋友一起去旺角的金園街 我們就再去尋找我們的新成員 而在他們的慫恿之下 我就買了三隻龜 我一一的逐一的介紹 我們就會進行這個入伙的儀式 先放下明明 而這個就是他一向由他買回來開始 就一直住這個缸到現在 現在已經過了兩年 他也這麼大隻 差不多有整隻 差不多有整隻手掌那麼大隻 是不是呀明明 好大隻啊你 先放下 我準備要介紹的這兩隻 就是我為了要陪明明的 Hello 立刻的對比多大 這隻是蛇龜一點 這隻你看 手掌都沒有很小隻 這隻也是巴西龜來的 這巴西龜仔 如果要對比起 明明和他 嗯 是差這麼遠的 那個大小 兩年已經可以養到這麼大隻 好多謝了明明 可以先退場 第二隻我買的也是巴西龜仔 這一隻就是 他怕鏡頭 哈哈 這一隻就是比較 激動一點的 開朗一點的 而最後最後這一位新成員 我是需要隆重介紹的 因為我是從來沒有養過巴西龜以外的龜的 所以呢 這一隻我需要隆重介紹 是在我朋友的 非常之推薦底下 說很容易養的 嗯 即是水龜可能養起來 就比較麻煩一點 骯髒一點 明明了 可不可以冷靜一點 但是呢 綠龜呢 就比較乾淨一點 乾爽一點 而他呢 都不會生到很大的 聽聞它最大呢 只會是15至20cm 即是他的底甲 大概是15至20cm 左右 那就不包括頭的 但是呢 你看他走走走走走 走得好慢啊 好可愛啊 四子六龜 都是向我這個方向走的 Hello 他叫Bello Bello Bello 我們猜他是一個女生來的 暫時 但就不是很清楚 可能要等他們大一點 才知道 但因為呢 他的外形實在太像冬菇了 所以 cap 我就叫他做 Portobello B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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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乖乖 这个是你的新房 那进去吧 Let's go 这个就是你的新屋 喜不喜欢 以后你就有更多的空间去玩 去琴啦 那首先呢 水龟呢 是一定要给水去啦 但是呢 它的水位也不能太高 即是它的水位是 不能令它浮起 要游完水 它一定可以站在缸底 是站得稳的 好 首先铺好它先 因为字仰龟那些 呃 那个老板呢 他就说因为呢 四子六龟呢 他是非常之喜欢滑东西的 给它去啦 给它去啦 是不是 崖了 呢 戴 established 呢 那呢呢畫上 进宝成功